里面除了有三支的快晒剂之外 还有这个血氧机根本是福袋 尤其有血氧机大缺货 网友就直夸说 其他县市不跟进吗 但是呢另一方面 台中也是有确诊的民众抱怨说 都隔离完毕了 从头到尾都没有拿到防疫包 对此台中市府解释 确诊民众的健保卡里头的资料 有可能是留了旧电话 或者是室内电话 导致无法传送讯息 目前你确诊的话 可能会被鼓励三天左右 在家隔离迈入第三天 台中这位确诊者 迟迟等不到市府发放的防疫包 我自己有来准备一些临时的部分 那临时部分很快就客观 我是确诊者 所以确诊者的话是十加七 这位台中市民说 5号早上快晒阳 当天到医院PCR确诊 索性自己有准备常备药和物资 但也提到有朋友已经隔离结束了 还没收到防疫包 他都居家可以结束完之后 他才收到通知单 有些民众可能确诊完之后 他真的不知道他要准备什么 有些人他很慢 他甚至有些没收到 因为这个资料可能是你以前的手机 也可能是你小时候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手机 也可能是你留家里的电话 市府回应不少确诊者 过往健保卡上留的是救电话 导致医疗困难 加上确诊人数暴增 作业时间增加 不过也有网友直夸台中防疫包 附有协氧机根本是福袋 其他人回应有协氧机征服 现在很缺货 其他现实不跟进吗 比较贴心的 我们还有准备协氧机 看看台中防疫包内 有粮食三级快筛 协氧机温度计等等 虽然隔离期满后 协氧机必须归还 但毕竟近期缺货 不少药局和医疗器材行 全买不到 对确诊者来说 依旧是超重要的物资 记者陈广瑞 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